今天非常幽默将带你一起玩转欢乐啦 我们有这都能睡着 雪的味道我知道 仿佛看到作作业式的自己 我最喜欢的休闲放松就是在自家院子里睡觉 最近总感觉被偷窥 没错 隔壁家的打工期又准备搞事情了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盯着我呀 我根本就不担心被人从门缝里偷窥 因为小小缝隙是看不全我魁梧身材的 这可是我大吃大喝好几年的成果 现在终于找到优点了 二哈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脖子不见了 我也要吃吃吃 只有吃胖了才能显得高大威猛 这样走在街上都有安全感 主任 明天回家记得多带几个这样的香肠 我很喜欢吃 吃吃吃 你吃再多又有什么用 在我面前只有被碾压的份 就问你服不服 我服了还不行吗 裁判快过来阻止一下他呀 除了被同类欺负 还要小心家里的小主人 我在这里睡得好好的 非要睡过来把我当枕头 我也是有生命的 我也有感觉的好吗 猫咪 你为什么一脸嫌弃 能得到我的宠爱可是你至高无上的荣耀 为了不被打扰 我家猫咪一天到晚都在窝里 偶尝探出头来 都能把我吓个半死 本来是一只猫最后变成了一条猫 我就出来看看 什么也不做 就知道在外面玩 快点跟我回家吃饭写作业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妈妈吐回家的 那是我不堪回首的童年 出去玩一定要讲究 沙滩 海洋 蓝天 白云 在这样的地方喝着鸡尾酒 我觉得人生就应该如此 如果不是我站在旁边看你发朋友圈 我差点就相信你了 这位员工你工作做完了吗 没有做完还不赶紧加班 每次出门女朋友都喜欢骑在我肩上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直到我发现坐地铁只受一个人的钱时 我欣然接受了他骑在我肩上 大哥 你这样的行为是逃票你知道吗 如果你经常坐地铁 你总能在里面发现奇葩的人 这位大叔一看就是讲究人 如果空气不清晰 他会选择窒息 所以大叔 这就是你把盆栽种在自己头上的理由吗 盆栽在头上有什么 我连腿都在自己头上呢 别看我年纪大 身体还是很棒的 大爷 你这样容易吓到其他的乘客 我已经被坐在对面的大叔给吓到了 他居然没有脚 别以为你穿着裤子和鞋子我就看不出来了 你的脚踝还露在外面呢 坐在我对面的少年不要惊慌 我只是袜子和地板装衫了 并不是没有脚 我对公交工具还是挺挑剔的 在这么多公交车中 我只坐这一辆的这一排座椅 毕竟躺椅的享受不是哪里都有 你花两块钱享受卧铺待遇 有没有考虑坐在后面人的感受 想要舒服就只能自己开车了 你看我开着自己的敞篷跑车 旁边还载着一把椅子呢 这位大哥充分发挥了敞篷车的意义 虽然咱的车不是很豪华 但至少也是四个轮子 防盗工作必须坐到位 想要把我的车偷走 就把下水道井盖也一起偷走吧 先来巫师去网购 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产品 海绵擦收纳小床 海绵擦难道不是用玩意 就随便找个地方放吗 还要专门的小床 我内心不是很平衡了 感觉自己过得还没有海绵擦好 你收到过最厉害的包裹是什么 当然是这部手机了 直接五花大绑给我游过来 你就不怕手机磕坏吗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因为是诺基亚拍手机 老板才有这样的胆量 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网购行为 我经常威胁自己 再毫无节制地买买买 我就把自己的手折断 一年多的时间了 手没有折断 反而任性越来越好了 能摆出高难度姿势的 还有这位摄影师 老师告诉我 之所以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 就是因为他身子孤软 看来要当好一名摄影师 平时的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大概是我最危险的一次婚纱拍摄经历 新人们表现都无懈可击 只是镜头后面出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生物 还亲什么亲呢 赶紧逃兵吧 看到那些成双成对的人 我并不羡慕 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电影院订了一个VIP座位 全场尽收眼底 真累了 真只想好好看上电影 事实上每个普通人都觉得自己不普通 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挺普通的 想坐在VIP座位上 享受当皇帝待遇的人 不止上面的这一个 我们咱们的哈哈草也一样 有一次坐公交车 他心血来潮地想提一把帝王级的待遇 于是就坐在了最后一排 中间的那个看上去很特殊的位置上 你还别说 这个座位还真有一点像龙椅呢 结果四季一个急刹车 皇帝差点驾崩了 来 我们来采访一下当事人哈哈草 最小朋友圈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嫂 别提了啊 提着我就来气 哪有那样才急杀的啊 他得多把我给摔死 要不是开公交车的是个女司机 那我早就 我早就闹情绪了 毕竟我是一个高素质的人 不会和人一般计较 下面啊 欧阳公子的这个遭遇啊 就和我坚然不同了 他就是一个 就算相貌情绪 他也没那个胆 这个东西大了 滴滴打车 结果来了一辆风田霸道 四季大哥是个光头 还有温身 一路上都没敢跟四季大哥聊天 总之气氛十分压抑 临下车 四季大哥让我给他写个好评 我说我就写四季大哥很酷 四季大哥果断拒绝了我 说不行 你不能这么写 你要写四季师傅萌萌的 没办法 货余压力只能按他说的写了 故送八道离开 我点开那个滴滴的全部评论 里面清一色的全是 四季是否萌萌达 这样萌萌达的四季大哥 已经不多见了 这就是传说中 与生俱来的王霸之气吧 看来大家都一致认为 人家四季大哥萌萌达呀 欧阳公子 这我可就要批评你了 你说你怎么能够以猫取人呢 人家四季大哥虽然看起来很吓人的样子 说不定人家内心真的是萌萌达的 还有伯伯也是才艺 我更是要提出严肃批评 强烈谴责 毕竟他这样的行为真的是相当过分 今年出去办事 等人的时候 就跟办事那地方的前台闲聊了起来 我说 你为什么总是穿裤子 从来不穿裙子 他脸红了说 因为我觉得我的腿不好看 我不喜欢我的腿 我说 这样啊 那你为什么不再戴个头套呢 结果他居然打了我一巴掌 这年头我实话实说都不行了吗 打得好 建议多戴几巴掌 太过分了 他怎么能闪鸟光呢 他应该用脚踹你几下才对呀 心得很大的手 打在这么厚的脸皮上 应该挺疼的吧 对于波波同学的造语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活干 让你乱说话呀 你这不是找打吗 老大不小了都说话做事 还是这么幼稚 你看人家风哥 他说话多水平啊 拿人生经验 总觉得偷偷是道 好好学习吧 天道轮回 小时候你对老妈说了多少次 人家都有好看的玩具 凭啥不给我买 长大后老妈就会回你多少次 人家都抱孙子了 你咋还单身 所以说出来混 迟早都是要还的 我的天哪 那你小时候得是说了多少句那样的话呀 你就是存心想累死阿姨吧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大声了呀风哥啊 想必阿姨的话 你耳朵都已经清除简子来了吧 毕竟你年纪都这么大了呀 有着发朋友圈的时间 你干点啥不好呀 这还只是 海妈妈闹到几句而已 人家呼尔风比你惨多了 真的 连他连他邻居都开始念叨 他没有女朋友的事了 你去从我先看看吧 方家回老家的时候 邻居问起 有没有谈女朋友的问题 我说没有啊 等着你介绍呢 结果居然邻居一脸严肃说 要我介绍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好歹得要有车有房 或者长得帅 收入高之类的 不然我怎么帮你介绍呢 他是不是专门来找我吵架的 都骑到头上来了 我要是你 我就再也不回老家了 下次看见邻居小孩 记得问他期末考了多少分 有理有据的 是不是完全无法反驳呀 心疼胡尔风啊 看到胡尔风的遭遇 我觉得风格应该能好受点了 毕竟有难兄难弟了 也算是多了一点心理慰藉吧 不过有了女朋友 那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我有 我看那个小李子呀 她过生日 她就没有这么开心 真的 究竟怎么说事呢 去个房间看看吧 女朋友对我真好 自己买包包的时候 还不忘提前给我买生日礼物 给我买了一块一万多的名表 就等我掏钱了 不要问我为啥眼中含着泪水 那都是感动的 真的 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又坚强 又坚强 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女朋友 当然应该感动啦 真羡慕小李呀 我女朋友才不会主动跟我买礼物呢 花我的钱 她都不会买 毕竟我的钱 那就是她的钱 她的钱呢 还是她的钱 您记得我生日 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了 又到了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了 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 发起的话题讨论呢 是穷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穷在我身上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常态 那你习惯就好了 服务员说 你好 你总共消费了多少元 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我说刷碗 吃吧王餐 也被你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也是没谁了 每次我去买菜 我都是跟在大妈后面 等大妈跟老板讲好价钱以后 我跟着说 老板 我也来两斤 太机智了 我才没想到呢 为了省下腮红钱 每天出门前 闪自己两个耳光 你咋不说 为了省下口红钱 每天出门前 吃颗朝天椒呢 雨后的土会更松软 气象一些 吃起来不会那么硬 但是有点黏牙 花园里的土也会松软一些 吃起来会有一点干涩 需要配合水汁 墙边和草坪的土不能吃 学习了 这个月我又有新的选择了 酸奶盖 我不只舔自己的 我还舔别人的 薇薇 你太恶心了点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最小朋友圈的 全部内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激动人心都说到了 我下班了 再见 每个人都有想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更好生活的想法 只要是通过诚实的劳动 换来了财富 那就值得尊重 穷不丢人 丢人的是没有上进心 整天抱着键盘 在网络上说风凉话 当物质世界贫瘠的时候 咱们要想办法让精神世界 自足起来 正所谓读书破万卷 下笔读有什么 说的就是下面这位小朋友 天才宝宝是这样做题的 这个答题方法可以说是相当有激情了 而奇葩宝宝却是这样做题的 一加一等于几来着 梦里应该有答案吧 我知道了 等于二 天才是这样玩水的 天才是这样跳舞的 要的就是动感 要的就是节奏 要的就是嗨班全场 而奇葩却是这样跳舞的 而奇葩却是这样被动物支配的 他这么短还想骑我 太自不量力了 马尔怪 让我骑上去 放心 我很轻的 这算不算骑上去了 天才是这样跳舞的 天才是这样演奏音乐的 天才是这样演奏音乐的 而奇葩却是这样演奏音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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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计算器也不要了 来一搭麦纸 天才狗狗是这样开门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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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有一次 在超市买完东西一出去 被一个小男孩不小心踩到了脚 小男孩特别留ays 说 你们都ordnung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这孩子挺乖的 就把从超市买来的这个糖果 给了他即刻 这小孩愣了一下 又踩了尾角 感情你是嫌糖果 没有够是吧 网友邱明山老三机问 我也终于当爸爸了 对于家里的小宝贝 我无可奈何 去超市这也要买 那也要买 不买就闹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表姐呢 带着她孩子 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呢 一定会给孩子 换上一条 顾头很松的裤子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后来呢她告诉我 当孩子两只手 忙着提裤子的时候 就不能够到处抓东西 高了 实在是高了 网友雷电法王问 都说男女平等了 但男女在成功方面的表现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男生而言呢 成功需要性格沉稳 智商在线 情商上线 事业有成 家庭和睦 儿女双全 对于女人来说呢 成功只要能控制好 自己的脾气就行了 在这一点上 我就不会因为 我是女生 就有偏袒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守候